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无论在国内或国外 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呢 影片神奇队长将从一个崭新的角度 与你一同探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队长和妻子远离现实社会 带着六个性格迥然不同 而有活泼可爱的孩子们 隐居于荒野丛林之中 电影的开场是大儿子的成人力 居然会是首思公路 故事的前半段似乎是个荒诞的喜剧 令人忍俊不羁 然而后面情节的徐徐展现 更多矛盾冲突的慢慢出现 让观众和片中人一同思索 神奇队长似乎是一个极具美满风格的片名 但实质是一部很小资小众的文艺片 队长父亲是位卢梭理论的实践者 崇尚自然 反扑归真 以他独特丛林训练的教育方式 让他的孩子们拥有了强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性格 同时他还引导孩子们博览群书 寻寻善有对书本的理解 以真实和理解的态度 对待孩子们的教育 然而现实就是现实 教育的甚处是在家庭和社会 作为社会的自然人 不可以脱离这个社会的存在的本体 队长父亲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代替家庭和学校 但他控制不了这个庞大的社会 他的孩子们尽管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健全的体魄 却无法融入社会这片茫羊和取相从 故事引人深省 神奇队长整部影片 洋溢的轻松和乐观的氛围 队长父亲和孩子们是外桃源 那生活令人向往 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对抗存在 这也是这影片的值得观看的缘由 剧情简介一对夫妻远离尘世 在美国西海岸的深山中养育 教育六个子女 妻子因为疾病返回现代社会治疗 父亲依然日复一日 率领孩子们在丛林深处狩猎 格斗 攀岩 解放 岩传身教生存技能 夜晚他们在篝火旁聆听古典乐 学习乐器 亲父亲强解历史 哲学 医学 社会法律 开放式热烈讨论所思所得 精神世界之丰富 领先于外面的世界许多被 母亲因病去世的消息传来 孩子们决心走出深山 到城市去参加尘世葬礼 他们发誓夺回母亲的遗体 按照他的一味夺大 而不是遵照世俗的安排官果入土 该片于2016年7月8日在北美上映 获奖记录 2016年圣丹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16年第69届 嘎那影展艺中关入丹原罪 佳导演奖 2017年第89届奥斯卡奖 最佳男主角 编背